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枉我们从怪猎协会的仓库一路跟过来呀 今晚我们就干他一票大的 老大 我们这么干真的没问题吗 疼 怕什么 只要不被抓到就行了 你二哥说的没错 我们先去踩个点 如果真的得罪不起 马上就撤 说得好 不愧是老大 老三 快点 这可比偷个东西刺激多了 不对啊 老大 这小军怎么感觉比我们住的还破 这小子真是有钱人 那不是更好 看样子这小子只是最近发了横财 更适合我们下手 老大 行了没啊 你们大半夜的不睡觉 干嘛呢 不好意思啊 小姐姐 楼道太黑 你下次没打开门 等一下 小姐姐 我们有点口渴啊 能不能让我们进来讨杯水喝 都是邻居 进来吧 嘿嘿嘿 你们还不谢谢这位小姐姐 谢谢小姐姐 你锁门干嘛 嘿嘿 这么晚了 我们怕吵到其他邻居 哦 那你放心吧 我这墙上都是用的特制隔音材料 就算蹦迪也不会吵到隔壁邻居的 嘿嘿嘿嘿 等等 老大 那是什么好 那是什么好 臭女人 别给我装神弄鬼 我的手 老大 满毒刺猬 快去保护老大 什么 我的刺刺 哎呀 怎么又乱吃东西了 干得好 子弹鼠 毫发无伤 怎么可能 你们也听不懂的 不过没关系 我会少把手加你了 咱们 有的是时间 啊 姑奶奶 我错了 啊 谁啊 大半夜都不睡觉 真是的 啊 啊 水熊虫嘛 居然连库房都做不到 第三只玉兽了 要不要就牵一只水熊虫呢 毕竟水熊虫可是能够在各种极端环地下生存的 超顽强生命 过 虽然这类玉兽自保能力极强 和大子还有阿呆 却没有什么配合可言 看来还是要能在远程攻击的更合适 啊 当然 如果有空中飞行 或者治疗型的玉兽更好 干得好啊 莲子 莲子在慕同学的训练下 胆小的性格也改善了很多 高先生 今天有空余的时间吗 刘三菱 呃 什么事 想请您上个脸吃顿饭 介绍几个朋友给您认识一下 这个刘三菱好像有些殷勤啊 不过上次黑进三菱事件后 他们公司损失很大 像我这种实力派遇守时 他们自然不遗余地地拉落 那我们放学后在校门口见吧 也是麻烦你了 不麻烦 我刚好今天来接女儿放学 老爸 除了开学 这还是你第一次来我学校 喵 对了 高先生啊 如果有时间 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朝雨看看她的御寿 刘同学的御寿 啊 猫类御寿啊 这倒比较少见 我周末都在工作室 你可以来找我 真的 老家喽 好了小雨啊 你先回家吧 爸爸和高先生还有事呢 知道了老爸 那咱们就收好了高叔叔 拜拜 高 叔叔 老公啊 不是去见朋友吗 越来越奇怪了 好 好 我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